坐在更衣机上的老外一脸直线地开着 过一回还用针根机将土松开 再将黑豆一颗一颗地种在土壤里 来自智利现年27岁的俄勒生九 本身是一位观光旅游讲师 今年一夜因为在台北听了一场 全国百大青龙林永弘的演讲 就对花莲卓西厂的南安稻田 升起高度的迅气 于是赤身来到南安部落 进行四天三一夜的部落农师体验活动 来到南安部落 除了让俄勒生九感受到当地族人的友善亲切 也让他认识到部落对土地的情感人解 当初激发俄勒生九到南安音咬的林永弘 也被他的热情感动 四肢因此大方传授各种不同主藏统能做的耕种知识 给他 非常高兴认识他 他是个很有乐观 又有很有想法的人 还重点他的悟性很高 我讲什么他几乎都听得懂 几乎不用言语去跟他讲什么 他就听得懂我讲什么 所以这个来讲应该是在原住民来讲 所谓的心理心 而俄勒生九本身有自立当地原住民的协同 他希望把这次在南安部落的手携手建 带回自立 让他的学生也能认识台湾的布农组传统农业文化 原始新闻把握了花莲卓西才报报到